同学们好,下边我们看在产业环节分析当中第三种分析工具 叫成功关键因素分析法 这个前面外面曾经谈到 那么这种分析工具分析方法呢 大家做一般性的理解和掌握就可以了 也就这种分析工具呢主要是请大家要注意选择提的 我们下边来看 我们说一个产业的成功关键因素指什么呢 是指那些影响产业内 企业在市场上最大限度获利的一些关键因素 就称为产业的成功关键因素 那么怎么能理解这个成功关键因素呢 我们说其实啊 一个企业在特定的产业当中从事经营的话 就如同我们一些体育的竞技项目 你要想获得成功 必须能够找到那自身所在产业的一些成功关键因素 你比如说我们打篮球 你要想打篮球打出名堂来 或者说要想获得成功的话 我们说需要呢 有一定的身高和良好的弹跳能力 这是两个必备的条件 你如果是踢足球 要踢得好的话 我们说一方面的需要你制设的速度 同时还有一个良好的团队配合 棋类项目下棋的也是一样的 你不管是下围棋还是下跳棋 是不是 我们说都需要呢敏捷的思维和良好的一个心理素质 因此呢 我们说企业的作为某个产业的一个分子 我们说你只有把握所在成功 所在产业的成功关键因素 你才有可能在一个特定的产业当中 但是反过来我们说如果你连一个产业的成功关键因素 自作的角度来看在产品上面周期的四个阶段 他们各自的成功关键因素是什么 只需要把握这个问题注意选择提 那么比如说这一道路七 你的成功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说其实有两点 第一个是通过广告宣传 广告宣传 这群呢有更多的顾客或者消费者 去熟知和了解你的产品和服务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 主要是通过扩大宣传 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产品和服务 第二个是什么 KP销售渠道 也就是为你这个产品打开销路 KP一个销售渠道 这是在导入阶段的两项 成功关键因素 一个是通过广告宣传 一个是KP销售渠道 那么在成长阶段呢 我们的成长阶段的关键成功要素 也是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要建立你的稍微性欲 这个怎么能去理解建立稍微性欲呢 这个大家可以结合刚才我们所讲的 产品声明周期的成长阶段 我们说在这个阶段怎么样呢 我们说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说由于各个企业呢 提供的产品还是一种差异化的产品 差异化的产品 我们说消费者能够接受的做层次不齐的产品资料 能够接受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质量和性能呢 还不是很稳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通过建立商品信用 树立一个良好的产品形象 第二个是什么 开拓新的销售渠道 刚才倒入阶段是KP销售渠道 现在是KP 开拓新的销售渠道 因为你在成长阶段 你的战略目标呢 就是成为 正去成为 行业的领袖 正去成为 产业的最大一个市场 融入者 或者就是市场份额 所以呢我们说 在维护 原有渠道基础上 还需要进一步开拓新的渠道 进一步打开市场 打开销售 正去成为一个产业行业的领袖 或者领头羊 那么成熟阶段的 成功关键因素呢 我们说 主要是保护现有的市场 渗透到别人的市场 因为大家想想 成熟阶段有什么特征呢 我们的成熟阶段的战略目标 就是巩固 巩固 视察份额 也就巩固你现有的视察战略率 同时提高投资回报率 因为在成熟阶段的时候 我们的市场基本上饱和了 没有扩大和发展的空间了 所以呢 你只能是保护你现有的领地 同时想法设法 渗透到别人的领地 那么这些衰退阶段呢 衰退阶段 我们虽然整个市场在萎缩 但是 如果你能够这些有秀的市场细分 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 就是这种其中的某一个 细分市场呢 作为你的目标市场的话 尽管整体市场是萎缩的 但是从局部来看 这个目标只市场呢 可能还有一点的发展空间 同时 在衰退阶段呢 有给善业企业的形象 因为我们说在这个阶段呢 各个企业呢 为了较低长保 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导致产品质量有所下降 我们讲到 是为了较低长保 可能你头骨减料 产品的质量呢 会下降 而且TDP的TTV 也比较大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要积极地去改善你企业的形象 这是我想这个问题 大家在理解基础上 能够正确的选择就可以了 下边我们前大家看 进阶里提 说这几年 VR 也就虚拟现实 产品的销售量 节节攀升 顾客群 逐渐地扩大 不同企业的产品 在技术性能方面的 有较大的差异 消费者对产品质量 要求不高 那么从市场的角度来看 现阶段VR好业的成功关键因素有 那么这个题 我们是修出两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个 首先经过案例 通过案例提供的信息 你判断一下 这个VR好业 现在是属于胜利中 进哪个阶段 是吧 这次基础上 进一步的搞清楚 每一个阶段 它的成功关键因素是什么 和明显我们的这个题 提供的信息 产品的销售量节节攀升 顾客人群逐渐地扩大 而且呢 产品在技术性能方面 有较大的差异 消费者呢 我们是对资料的要求不高 这些信息就告诉我们 这个VR好业目前处于 生命周期哪个阶段 这和明显只讲的是 成长阶段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成长阶段的成功关键因素 是什么 我们说成长阶段 成功关键因素 一个是建立商标性欲 选择B 同时呢 开拓新的销售渠道 选择C 所以B和C 是正确的选择 A 保护现有市场 那是属于成熟阶段的 成功关键因素 选择D 改善企业形象 那是衰退阶段的 成功关键因素 所以我们说这个题呢 应当是选择B和C 下面呢 我们请大家看 第三个考点 竞争环境分析 我们说竞争环境分析 这是我们外部环境分析 第三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 那么建造环境分析 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 我们是着重两个方面 一个是从单个企业 或者个别企业的视角 去分析观察 竞争对手的实力 换句话说 这个竞争环境分析 首先就涉及到 对直接竞争对手的分析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从产业竞争结构的视觉 分析企业所面对的竞争格局 因为我们前面呢 进行产业环境分析 是正对整个产业来讲 我们说一个产业当中的企业 可能有几千家 有上万家 是不是 那么我们说 这个相对来讲呢 个面就比较宽 面比较宽 那么这次基础上 我们说如果你分析的产业当中 这分析你的竞争对手的话 这个呢 又显得过于的微观了 过于微观了 那么现在我们呢 就是在竞争对手分析 和整个产业环境分析之间呢 我们又进一步的 把一个产业呢 通过某些战略特征 我们把整个产业的企业呢 给它划分一下 就是说 我们又划分成 不同的战略穷主 或者叫战略集团 这样呢 把单个企业的分析 和整个产业环境的分析 就联系起来了 所以我们说 在竞争环境分析当中呢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竞争对手分析 一个是战略穷主分析 首先我们请大家看 竞争对手分析 那么我们说 为什么要对竞争对手分析呢 竞争对手分析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再概括来讲 竞争对手分析的目的 是包住我们总局的判断 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 和他的战略发展方向 并 这次基础上 预测竞争对手 未来可能产生 未来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评估一下 竞争对手呢 对本企业的战略行为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以及呢 估计一下竞争对手 在实际可持续竞争优势方面 具有哪些能力 那么具体来讲 我们对竞争对手的分析 大家要搞清楚 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的 你得清楚哪四个方面 竞争对手分析 包括哪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对竞争对手 未来目标的分析 第二个是对竞争对手 假设的分析 第三个是对竞争对手 信心战略的分析 第四个是对竞争对手 写在能力的分析 这是竞争对手分析 我想要求大家掌握 你从哪四个方面 那么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首先我们看对竞争对手 未来目标的分析 我们说对竞争对手 未来目标的分析 有助于什么呢 有助于判断 把这个竞争对手 似乎对目前的业绩 和他在产业当中的地位 似乎满足满意 就是说竞争对手 未来目标分析 首先是通过未来目标分析 未来目标是什么 那么现在你竞争对手 对目前的业绩也好 还有在产业当中 所属地位也好 满足不满足 如果说目前的业绩 和你竞争对手 未来目标有很大的偏差 那么我们说就可以预测到 竞争对手呢 可能会对他现行的战略 要做出调整 因为他未来目标呢 就目前业界来看 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如果继续执行现行战略的话 无助于他未来目标的实现 由此就预测出来 建造对手可能 为了实现未来的目标 可能会在战略上 做出一些调整和变化 同时呢 他可能会对一些外部世界 做出一些反应来 那么这里给大家举个二例 日本的摩托车企业 在二十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战略目标呢 是什么 当时这些日本摩托车企业 战略目标很明确 很明确 就是有全面战略美国 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市场 又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 所以呢 像日报汽车 摩托车企业当中 其中比较代表现本田公司 本田 那么在遇到关税壁垒的时候 就像这个本田的 又战略美国市场 那么你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通过什么 通过出口贸易 就把你在日本本土生产的本田摩托车 要打入到美国市场 通过什么 通过出口 可是我们说 你要把 你要把这日本本土生产的摩托车呢 出口到美国市场 我们是遇到什么 遇到了美国 针对进口摩托车呢 增收高关税 就是我们所讲叫关税壁垒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直接以出口贸易的方式 打入美国市场呢 这个计划恐怕就会落空了 那么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 本田公司呢 最有可能採取的措施是什么 就是对外直接投资 就是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 不是一出口贸易 而是什么 对外直接投资 就是在美国呢 我当地投资介厂 或者是并购了美国当地企业 这是我们所讲叫对外直接投资 当地生产当地销售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就可以BK或者肉过 美国的高关税壁垒 这样呢就比较容易呢 打入美国市场 所以我们说 这个日本摩托车企业呢 你得分析它的目标是什么 为了战略目标是什么 就是要打入美国市场 战略美国市场 你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说目前 你采取这种出口贸易的方式 打入美国市场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进入国外市场建议的方式 出口贸易的话 你很难实现的战略目标 那么未知呢 我们说你在战略上呢 可能会采取一些调整 最有可能的是采取什么 采取对外直接投资 这就是说 首先你看一下 进入对手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目前你采取的战略 似乎有助于实现的目标 如果说不能够实现的目标的话 很有可能它会在战略上 做这些变革和调整 第二个是进入对手的假设 我们说所谓进入对手假设的分析 这个假设 通俗的讲 通俗的讲 我习惯上把它看成是 进入对手的看法 这是很明显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进入对手的假设 英文单词当中叫假设 实际上通俗的讲 就是我们有分析分析 竞争对手的看法 也就是说 我们有看一下竞争对手 他是如何看待其自身的 他又是如何看待他所在的产业里 以及对于产业内的其他竞争对手 是如何看的 所以这个竞争对手假设的分析 实际上就是分析竞争对手 如何去看待自己 看待整个产业 看待产业当中其他的竞争对手 因为我们说对竞争对手 这种假设也好 看法也好进行分析 我们说可以帮助我们 从中识别出竞争对手 他对自身对产业 或者产业的其他企业 这种看法认识上呢 可能我们说会有一些偏见和盲区 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 竞争对手的世界 偏见和盲区呢 有针对性的去制定和实施 有利于提升我们 自身建造优势的战略 所以我们说对竞争对手的 假设的分析 实际上概括了两大类 一类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竞争对手如何看待他自己 对自射的假设 也就是对他自射的看法 你比如说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呢 我们有些企业 有些企业认为自己呢 在产品的功能和资料方面呢 是高了一筹的 高了一筹的 总是觉得自己 这个产品的资料功能 比别人好 有些企业认为自己呢 在长宝和价格上有优势 名牌产品呢 可能对低大产品的胜策呢 不屑一顾 而以价格取舍的企业呢 可能对其他企业 削价 这会迎头统计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建造对手 对自身的假设 实际上就对自己的看法 怎么看待自己 有的人总觉得自己 比别人做得好 盲目自大 对吧 其实我们说可能不然 你有你的优势 有你的劣势 你看了更多的可能 是你的优点 看不到你自身的缺点 第二个是竞争对手 对所在的产业 以及产业内的 其他企业的一些看法 那么这里给大家 决了两个小二例 小二例 第一个 说哈雷公司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呢 不仅对摩托车产业呢 是充满信心的 而且对日报企业呢 我们说过于的掉以轻心 掉以轻心 认为他们不过是在 起步学习阶段 说对自己呢 更不成威胁 这就是哈雷 这个公司呢 第一 他怎么看待产业呢 看待 他说这摩托车产业呢 对未来的产业 是充满信心 第二个 对他的竞争对手 就日本的摩托车 生产企业呢 他认为人家 和自己相比较 还是处于起步学习阶段 不足以对自己构成威胁 日本人呢 一边低头汗的说 我们是小学生啊 应该向你学习 一边的对美国人 美国人呢 小于自己 小看自己是刻过明星的 心里想是 看谁笑到最后 所以呢 日本企业呢 默默的经过 二十年的修炼 最后怎么样 最后日报摩托车呢 我们说打入到美国市场 而且我们说 在美国修成正果 实现了自己目标了 所以呢 我们说你这个本土企业啊 哈雷公司呢 对对整个摩托车 产业是充满新鲜的 同时对你的 这个建造对手 掉以轻心 这是最后呢 我们说被建造对手 超越自己了 第二个小的耳力 也是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这个玩儿电脑公司呢 大家都知道 曾经红火一时 最后这家公司倒闭了 那么倒闭的其中 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作为玩儿电脑公司 创始人 玩儿呢 对于这个电脑市场 也就是电脑的行业评估呢 出现了做战略性的错误 啊 就是说 这评估他说 在产业的时候 发生了错误 这个玩儿认为呢 未来三到五年内的 国际的电脑市场 将是以小型机和中型机 为基础 而不是家庭的PC机 这个当时呢 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上大学呢 有学计算机啊 但是每个大学呢 每个系 那个时候都有什么 都有计算机法 机法 那个机法里边呢 都是小型机 中型机 什么286386 我们的时候是机法 所以玩儿呢 他对国际电脑市场 对这个市场 这个产业 他认为应该是以小型机 和中型机为主 而不是什么 就家庭PC机 也就是个人电脑 然而呢 我们在整个产业的发展呢 却是相互相反 家庭电脑 成了电脑市场的主流 这由于这个玩儿呢 对电脑市场 我们说 进行分析过程当中呢 出现了偏差 出现了错误 那当然我们一次呢 制定的战略 随后也就出现偏差 你出现了战略决策的事物了 而你的竞争对手呢 把握住了时机了 所以最后呢 迫使玩儿电脑公司呢 被挤出这个电脑市场 这两个小的案例呢 这都是说 你竞争对手呢 对你所在的产业 或者产业内 其他企业的看法 我们说有误区 有偏见 有偏见 而你的竞争对手呢 人家又能够抓住 你的这种误区和偏见 又遮对一些的 有关的战略 是不是 所以呢 使你被人家 挤出市场 那么第三个方面 是竞争对手的 卸行战略 我们所对竞争对手 卸行战略的分析 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 竞争对手 目前是如何进行这招 如何进行这招 如果呢 将了一大竞争结构 发生变化的话 竞争对手呢 进行战略调整的力度 当然我们说 有评判分析竞争对手 卸行战略的话 这个是多方面的 这个我们现在 在第一章就讲到 竞争对手 卸行战略 我们是涉及到 公司总体战略 涉及到竞争战略 还涉及到职能战略 所以呢 我们说应当是 从三个层次上 去评价 分析竞争对手的战略 这个我们就不具体展开了 第四个方面 是关于建造对手 且在能力的分析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所讲的 最后的落脚点 你不管是对建造对手 目标分析也好 是战略也好 还是建造对手的 假设分析也好 最多我们落脚点 都是以建造对手 能力为基础 你分析了建造对手的目标 战略 假设之后呢 我们说还要进一步的分析 这个建造对手 似乎有能力 改变他的战略 或者似乎有能力 承许其他战略 以实现他的目标呢 那么这里谈到建造对手 能力的时候呢 主要是讲了 建造对手的五个能力 这个建造对手 五个方面能力 第一个就是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也是我们 第二节要讲到的 建造对手核心能力分析 或者叫核心建造力 核心能力也叫核心建造力 解答了一讲 所谓的核心能力 是指什么 是指能够超越建造对手 拔住企业界的 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能力 就是企业的核心建造力 简称叫核心能力 所以第一点呢 必须是能够超越建造对手 第二点必须是夹调 能够拔住企业界的什么 可持续竞争优势 这种竞争优势 必须是长期可持续的 这种能力就核心能力 这个就不要展开了 第二个叫成长能力 成长能力不要展开也很好理解 成长能力也就是建造对手为了发展壮大的能力 发展壮大的能力 第三个是叫快速反应能力 第四个叫适应变化的能力 第五个叫持久力 持久力呢也不用多讲 持久力应该也是比较好理解的 我们说打持久战 你有没有打持久战这种实力 那么在以色列的五个能力方面呢 第二年教材当中 关于快速反应能力和适应变化能力 这两个能力的解释 解释 这些重新表述 把它改写了 那么这两个能力呢 在我们过去学习当中 结合过去的考题 我们很容易区别 但是接近年呢 关于快速反应能力呢 和适应变化能力呢 做出重新的表述以后啊 那么这两个能力呢 依然是个考试的重点 在考试过程当中 经常会考到选择题 选择题 考哪个呢 考到适应变化的能力 但是接近年教材呢 对于这两个能力 重新表述以后呢 我们说和过去的表述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那么怎么区分这两个能力呢 我想指引当时 作为今年考试的重点 要注意选择题的 选择题 下边呢 就知道对 快速反应能力 和适应变化能力 我们根据先教材的表述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首先我们看快速反应能力 你想一想 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呢 经常会想到快速反应能力 是吧 也称之叫快速反击能力 那么想一想 这个静州对手的快速反应能力指什么 当然我们说 这个快速反应能力 就是指竟然这对手呢 对这种环境变化 关键词 强调它的 突然性 或者叫突发性 和急剧变化 这个环境变化是突发的 突然发生的 而且这个环境变化是一种 急剧的变化或者叫剧烈的变化 就因为它变化很大 而 秀术的做出决策 和 承取 应变 行动的一种能力 我们再说一遍 静州对手的快速反应能力 就是指静州对手对环境变化 这种环境变化必须强调什么 第一个是突发性 或者叫突然性 同时讲到这个变化呢 它是个机具的变化 机具的变化 上面变化很大 而 迅速的 或者叫快速的 做出有关的决策 和 采取应变行动的一种能力 所以关键词呢 强调环境变化的 突然性和剧烈 然后呢 又强调静州对手 从 它的角度来讲呢 对于这种 环境变化的突发性 和极具变化 它能够凶速的 这些决策 并且呢 采取 应变行动的这种能力 所以注意的 关键词 环境变化 突然性 极具变化 而静州对手呢 有能够凶速的 快速的做出决策 和采取一些 应急的行动 那么怎么来理解 就是说 你在做题过程当中 一定要把那 刚才所讲的关键词 要掌握了 一般我们在 考试选择题的时候 案例当中呢 肯定会有 这类似的关键词的 举例吧 说2002月份 面对突然爆发的 新冠疫情 视线没有任何征兆 说明了新冠疫情爆发 都有什么 突然性 突发的新冠疫情 国内市场 口罩紧缺 特别是 生产口罩呢 所有的关键原料 熔喷布 制约紧张 突然爆发 新冠疫情 国内市场 口罩紧缺 说H化线公司 预测基金的对手 外化线公司 会迅速启动的 应急计划 立即 阔界 这个农棚部的生产线 以满足 口罩生产 预策的需求 所以你看 环节变化怎么样 体现它的突然性 很急剧变化 这个新冠疫情 是突然爆发 国内的口罩 严重紧缺 特别生产口罩 所有关键原材料 这个熔喷布 资源非常紧张 那么面对这种 突然一些急剧的变化 我们说 H化线公司 它的竞争对手 外化线公司 迅速的启动 什么应急计划 强调什么 迅速 快速 做出决策来 什么样的决策 立即 扩解 容宝部的生产线 这不就是 迅速做出决策 并且采取 这个应变行动 是吧 扩解 立即扩解 容宝部的生产线 以满足口交生产 所需要的原材料需求 所以呢 我们说通过的案例呢 关键是你可以看出来 突然爆发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迅速启动 应急计划 立即扩建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不就是意外着 这个竞争对手 对于外部环境 这种突发事件 它的快速反应能力 应变能力 还是蛮强的吧 这是我理解 快速反应能力 建议大家呢 把它理解了 注意 作题过程当中 那些关键词 那么这个适应变化的能力 是什么呢 这个适应变化的能力 也是根据 经年教策的 从前表述 你看一下 这个适应变化的能力 主要是强调 说进行对手呢 随着 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 实时的进行 自我调整 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趋势 实现自身的长期和可持续发展的做能力 你看一下 这个适应环境变化能力呢 更多的 它是强调什么 随着环境的变化呢 应该是雄须借鉴的 是吧 实时的做出调整 以所有这种环境变化 最终的意图是什么 不是强调的短期的 短时间的快速反应 而是基于自身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做能力 它是针对呢 突发应变 就突然发生的 这种应变能力 会是反应能力 而适应变化能力 强调是 随着这种环境的变化 你实时的 我们说这些一些调整 以适应变化 或者说 素应这种变化 最终的意图呢 是从长期的可持续 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 它考虑的这样一种能力 不是做短期的 举例当中呢 请大家看 说近年来 你看看这是近年来 随着 国内稍有原料产本上涨 人民币升值 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上升 使我国法制企业 在发展道路上遭遇了一些阻碍 A 法制公司 分析其建造对手 B 法制公司 为了谋求企业的长远利益 和可持续发展 会将国产迁移到东南亚 其他一些国家 你看这个关键词 随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持续上涨 这是不是所从外部 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 是不是 他的竞争对手 我们说基于 基于 企业的长期利益和可持续发展 实施的做出战略调整 以事要做环境变化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把他的工厂切到什么 东南亚 其他一些国家 特别是原车量产保和劳动力产保 比较低廉的一些国家去生产 这就是说他送用环境的变化 实施做出战略调整 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追求企业的长期的 和可持续发展 这是我想跟大家所讲的 会速反应能力和事要变化能力 作为经验考生 作为的选择题 能够把它俩区分开就OK了 下边我们请大家看经济立体 所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我国消费者对家电产品的选择 不仅仅关注价格 更注重产品的智能属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我们消费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不是外部环境的变化 是外部环境的变化 所以家电生产企业甲公司 预计其最大的建政对手 以公司会逐步的拥有智能控制 和威胁感应 电位系统制定识别 制度扫描等技术 开发新一代智能家电产品 以提升给公司 在高端家电领域的市场份额 就是随着环境的变化 它的经济对手怎么样 我们说所有这种环境的变化 会实时的调整 或者逐步的又又怎么样怎么样 开发新一代智能家电产品 我们说这个意味着什么 这个意味着这个竞争对手 所有环境的变化 要调整它的战略 什么战略呢 我们的产品开发战略 以提升给公司在高端家电领域的市场份额 提高它的市场占有率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它是随着环境的变化 有一个实施的 逐渐的一个调整过程 谋求的是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它胳膊就看不出 这个案例当中所讲到 这种环境变化的突然性剧烈变化 也没有看出来建造对手 采取什么样的愧速的决策和行动 是吧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属于变化 适应变化能力的分析 第二道选择D